HCG值多少时怀孕 王慧如 维产医学中心 主任医师 HCG呢就是 也医学上我们叫的 绒毛膜粗性腺激素 这个呢就是 一旦这个受纠乱 你灼床以后 它就可能滋养细胞发育 它就会分泌的这种 我们叫这个HCG 一旦受纠乱 你发育 你受虐 这个HCG 它就会升高 也是我们 就是我们诊断早运的 这种方法 但是这个HCG 我们把它严格的说 我们就分为它 αHCG和βHCG 所以我们βHCG呢 可能受这种干扰的这种 因为它呢 就是可以和 其他的一些激素类的 我们对这些激素 和它的这种结构 和HCG这种结构 比较相似 所以我们测量βHCG 减少这种干扰的因素 正常我们说 一般小于3.1个 如果它要是大于 我们就把25个血清的HCG 大于25 就诊断它 可能怀孕了 但是也在妊娠的 就是受孕的不同阶段 这个HCG 它翻番的 成几何菌数的增长 所以是非常快的 比如说你到40天 按一测 现在上了 上千了 你要是在60天 甚至上万了 这样子 一般还可以 就是动态的去监测它 如果说一般在 三天 这个如果没有犯犯的话 也可能说 是不是这个胚胎发育 不是很好的 专家提示 HCG医学上 我们叫做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即一旦受精软一灼传后 就会滋养细胞发育 它的分泌 我们就叫HCG 当HCG数值达到25时 就可以确诊为怀孕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育